在治療甲狀腺眼病的過程 醫生要評估病人在哪個階段 早期漸進型或活躍期 病人有機會對於藥物性治療有很好的反應 甲狀腺眼病是免疫系統的問題 所以我們用的藥物治療主要是針對免疫系統 最常用的是全身性的類固醇注射 但如果病人除了出現眼康有很多嚴症之外 有提到剛才所說的重影問題 我們都可以考慮除了接受類固醇治療之外 同時間進行眼康電療 如果醫生經過檢查發覺病人的病情不單是活躍 亦是非常嚴重 嚴重的意思是24小時向前或下方有重影 或是出現事神經病變的過程 我們可以考慮再加上用口服的免疫抑制劑 三個都是全身或眼康去調理免疫系統 對於眼康的反應 但是如果病人的病情已經過了活躍期 已經沒有發炎的狀況 但又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形 醫生便可以跟病人商量 進行一個我們叫伏腔性的手術治療 主要分三個部份 如果病人有嚴重的突眼 我們可以幫病人考慮做眼康減壓手術 在一個手術的設計下 我們可以很安全地透過骨性和脂肪性的減壓 我們就可以將突眼去減輕甚至改善 如果病人出現了甲狀線相關眼病引致的重影 我們就要知道是哪幾條哪幾組 哪一隻眼的肌肉出現問題 在做邪時手術的過程中 我們就會將眼睛的肌肉 眼外肌暫時跟眼球分離開 將它移動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讓眼球移到正確的位置 就可以減低重影的問題 至於到第三個方面 大部份的甲狀線眼病人 眼皮也有很腫 以及剛才提到軟縮的問題 所以透過手術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幫病人調校正確的眼皮位置 如果病人不幸運 三個組織都受到影響 我們就要分階段幫他做手術 第一個階段要先做減壓手術 原因是做完減壓手術之後 病人的邪事有機會改變 改變的意思是做完減壓手術之後 邪事是嚴重了 所以需要做完減壓手術 經過一段時間起碼半年 邪事的問題是穩定了 醫生才會考慮幫他做邪事的手術 做完邪事的手術 眼皮的位置穩定了 即是又要再過半年之後 病人才再跟醫生商量 究竟需不需要做什麼眼皮手術 我們都會建議病人 記住手術之後多些敷冰 敷冰其實也有道理 不需要敷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醫生想你敷五分鐘之後 休息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再來 很密集的敷冰可以很快地 令到眼康附近的腫脹快點退 令到傷口快點好 另外我們都建議 病人在適當情況 醫生許可之下 多些做眼部肌肉的運動 意思是左右或上下膜 讓肌肉快點好 減低有黏連黏住的情況 大部分甲狀腺眼病的病人 其實本身都有一個甲狀腺的問題 所以做完這些手術治療之外 我們都希望病人去覆診 保持一個正常的甲狀腺功能 令到甲狀腺眼病 最大機會的康復和穩定 其實東方人的甲狀腺眼病 跟我們在書本上 根據西方人的表徵所提到的甲狀腺眼病 相當不同 東方人很含蓄 他們的甲狀腺眼病也是很含蓄 不過含蓄就還含蓄 不代表東方或本地人的甲狀腺眼病 比西方人輕 其實是一樣嚴重 最大的挑戰 一般市民自己都沒有警覺性 以為是退化或是環境的影響 在本地往往我們看到的病人 都是錯過了這段早期藥物治療的黃金期 來到的時候病情已經很嚴重 不單是令到治療有挑戰 手術其實也是特別難做的